嗯 大家好我们是 九口人 我是九口人的罗盛登 张诚苗若鹏 大家好我们是老师好 我是老师好的九口人刘洋 哇你是烂梗哈哈哈哈 我是松天若我是元秋实 我们组在一起是 九口老好人 我大概相处了一段时间 想问问大家对彼此的出印象和现印象吗 不是其实不光是组队 我觉得之前呢 见到他们也是因为一个作品 就是老师们的那个服务圈子 我们什么 老师们老师好 师妹们 老师好 然后我觉得他们特别像那种老北京 就是 他们好像不是像的 他们就是老北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像在胡同里每天穿的那种 胡同穿的 尽管他们现在在 就是可能在高楼里但是 很感觉有一种事情 现在我觉得 虽然他们就是 跟我们相处时间长了 觉得他们稍稍微有一些油腻 哎 哈哈哈哈 终于出现了 精彩的电视 终于出现了 我没出现过了 有人也出现了 我们会觉得可能有老师和学生那种压迫感 但是相处之后发现并没有 然后他们也是 像老顽童一样 老顽童一样 非常 想要的 能得进入老 非得有老 不顽童不重要 像顽童一样啊 非常的 非常 年 心态很年轻 我觉得 和我们是很 很契合的 很喜欢他们 我可能得一个一个说 先说松老师 最早的时候是在19年 对 19年的时候 我们班主任 我们的表演主角演了一个戏叫大开1990 完了之后我们就去看了 完了结果我当时就对松老师印象很深 一个是戏好 再一个是他当时留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发型 就是往后扎的那个发型 现在我们的发型 现在你还是这个发型 启蒙老师 对 当时还是哎呀 松到 松老师 诗歌 现在现在已经已经已经可以自如的喊歌了 刘洋就是那那个时候 因为我我我确实看就是那个脱口秀比较少 后来刘洋就是要邀请我们去看了一次他的专场 确实确实是确实是确 太炸了 对 很很炸 最后我们聊一下宇文老师 我跟你讲 宇文老师有一种我极其喜欢的气质 就是那种清冷感 清冷感生人物尽 然后看很多就是各种各样的电影 然后各种各样书籍的那样的 就是文艺男青年我太喜欢了 我想听盛灯点评我的 哎呦就盛灯点评 哈哈 哈哈 这是那个脱口秀专场 脱口秀专场 对 你要触发我的一项技能 啥触发你 我只是觉得你点评 啊 我觉得当时看他是我觉得他是在舞台上的一只姑娘 姑娘姑娘 龙中雀龙中的雀但是不是龙中雀 姑娘是是东北一只的 他孤身把自己放置在一个非常诺大的一个舞台之上 现在我觉得就是说刘洋老师他是能把自己能量转化成自己的那个情绪和感情感情的一个人 都是假的是吗 哦 哈哈 我的意思是情绪没有真挚 他在舞台上我的意思是他在舞台上是燃烧的 你别别的你别的你都不说你就告诉我他装上好不好看 差点意思 又不好看 好皮特家九口人 师弟师弟 陌生人 陌生人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说开玩笑开玩笑 是真的是亲师弟亲师弟对我震道的陌生人 哈哈哈哈哈哈 我第一次看到他们在展演的那个作品叫马屁之王 我就深深的被他们撒蜥蜴 我我当时觉得他们他们只要站着我就特特别的 开心就觉得会笑着 然后后来又这个在我们这个 积分垫底的时候他们还能选择跟我们合作 当时心里很暖 当时因为他们的积分 我们积分也差不多 比他们高态 对他们又喜欢 然后又感激 然后又恨 又陌生 像三个小弟弟一样 我对这仨人就是我上回有一个那个什么采访 我说了就感觉一下感觉进入一种同龄人的那种同学关系 不是我不要脸 就真把他们吓坏了 这一句 90后 在进入下一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清理一下刚刚的惩罚 好 这位这位这位 我也有说吗 这位 我也有出发 如果猜到了就免去惩罚好不好 那你们可以先跟美人一起问你们 要不猜一下 你定一个你的市场 就是夸人 啊 不是不得先 行 ok 没个没个 我的是鼓掌 你看看你就是最烂 你就是最烂 你就是最烂的引导者 铝头发 接近 但不是可以再猜猜 哈哈哈 很反感刘说刘洋说烂狗 我是 敲二两腿 不对来 不说话 我们就是惩罚那除了张诚 剩下人都模仿一下对方的 我可以啊 我可以模仿 我可以模仿刘洋 哈哈哈 你这是模仿的是小舅吧 稍微比他好听了一些些 哈哈哈 比我好听了一点 还比我好听了一点 对身心有控制有基础 对 我模仿宇文老师吧 哎呀 你们当我 不存在 是吗 啊 说的好坏 对不起 这是在模仿 我总觉得你在演你自己 他在模仿我模仿别人 哈哈 来来来我给你模仿 杀在流 杀在流 我以为你你躺 我以为你在模仿松老是吧 哈哈哈 我模仿 我我我我我我招持 招持 我招持去了 招持 哎就是松老是哎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模仿明镜鹏吧 我是毒蛇帮三当家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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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好了我们都模仿对方最不堪的样子 你们满意了吧 可以给张成画一个牌 我是唯一一个win的 我们内部听说你们现在有一些代号 一个一个说一下吧 我我从头说点子独行侠 什么呀 现在两个点都是我的哥 你的就是体点 你的 你的那就是体点 测手双雄举手 测手双雄举手 举手 先举手 我是举手投毒 我是手骨主导 我是说话的时候手骨主导 不是真不是哥 那录像听四节是不是该出来了 最经典的录像听四节 经典 我真是一笑大方 我们三个编剧当时分开写本的时候 然后他们四个四个演员 然后传了一个本 叫打劫录像听 这个本子呢就是非常的板块飘移 那种感觉 就他只有板块 大家传了一些包袱在那 但是很精彩 一个板块一个板块有升级感 最精彩的是什么 在传本子的过程中 语文说 我们看一个老电影找找感觉 几个人就去看了老电影 然后跟我说 我们写不出桥梁 我说这就是根本就不写 他不是写不出来 我们只差情节过程 鼠片无虎举手吧 啊 鼠片无虎 鼠片无虎 你直接不举就行了吗 要想让他们不玩手机 就得喂给这五个人的鼠片 咱一共六人 还有一个统一的是吗 我们躺一躺地六仙 就我们六个人都是躺着的 我们这里有一个军人 等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军人 我们这里有一个军人 你没必要 真的 他刚才在这样 他聊你 他聊你 你猜到我猜的是我乱动 乱动他是没法定义的 所以这种东西肯定不会出现 就跟其他也没关系 这肯 还是 那个 松老师 你的这个确实是跟说话有关系 那应该是个行为的 是吧 一个对 一个行为 来间惩罚一下语文章诚罗盛登 松老师不用惩罚吗 松老师好多 他得罚一辈子吧 我何时违规了 松老师刚才还有 他刚才有 刚才还有 但确实他 他不是特别多 有 有 有 好 真的有 那这样吧 这边有两位来爆料一下 就是我们这一轮是和蒋龙合作 对 就爆料一下蒋龙老师的 最让你们感到反差的一个地方 蒋老师他他很邋遢 但是他我觉得跟我一样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修蝙蝠 这是不拘小节 这是好的 这是好的一面 因为他到该自己去演戏 或者去打扮的时候才去打扮 我觉得男人就该这样 这边就是爆料一下 烧饼 烧饼 最反差的一个地方 烧饼会使相 他那天在跟我们视频的时候突然使了个相 然后跟我们都逗笑了 我们没觉得有啥反差和意料之外的 就感觉就是之前所了解的 蒋龙老师的那个那个状态 很直方 蒋龙老师其实是关键上的 我们觉得他可能最擅长的东西是节奏是技术 但是当时蒋龙老师说他其实最擅长的东西是是真是真诚 然后这个当时是没有想到的 其实有反差是什么 没有想到的角度 他会从这个角度去分析 哎你们到时候配字幕的时候是哪个演戏真诚 他演戏真诚 真诚 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违反吗 有 其实有 你刚刚不仅惩罚的时候都有 就惩罚的时候都有 对 刚才你不知道惩罚的时候谁都有 都有 都有谁 你 我有 还有我有吗 他有 这样两位对着对方互说一句土味情话 什么 确实是个惩罚 我先说 爱要怎么说出口 要对戏对视的那种 我觉着 所有的门都应该你来敲 你敲好看 我感觉 葛又撩我 有点指责的感觉 有仨人喜欢你 是我 是我还是我 你真是重发不怀 为什么我要在中间听这个 我们已经尽力不恶心你了 我这肯定跟出梗有关 我都不敢出梗 我现在耿耿于怀 来刘洋来对着两位说一句 土味情话 二位 我的耳朵最近好像出问题了 天气预报说明天有雨 我都能听成明天有你 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自己团 我的绝对是说成语 来来来一个个评价一下 你知道你是抖腿吗 我我开始肯定是参事体态上的事 我为了让你抖腿我一直在勾引你抖腿 我也在等我也在 我都差这样了 我这太欺负人了 我这输在了小学语文的概括句子环节 就缩句 一个句子缩下来 你知道是谐音梗还是烂梗 还是谐音烂梗 我的天 但是我觉得松天硕触发的真不多 他真的很多 我说我这个怎么猜 他说你慢慢猜 说话代儿话音 我刚才翻过来 我说说话代儿话音是什么 说话代儿话音 这哥们语文 真是脑子有问题 我要看一下我的 我受不了了 你的手啊 我一直观察你 除了抠手就是抠嘴抠鼻子 描着棚是那种 一时在抓人 描着棚是那种 我是 不能摸头发的 我提问这个太平凡了 我实在猜不到 我以为是行为 平凡的过于多了 这游戏不是这么玩的 那一开始怎么来了 他们直接问你他名字叫什么 老师好 对对不起 哦那个时候 其实那一下他有点猜到了 我马上折过去 对 老师啊 没事 可不可能是女子两个字 我一直没触发 哎 哪两个字 一直没触发女子两 触发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安静点 无论 是